黑色轿车转进巷子 突然把停的红灯的轿车撞开 一度骑上车头 教室车还自己往画面左边翻 翻了个四轮朝天 目击瞬间的其他汽车驾驶都吓坏了 赶快跑下车去看看车上的收困驾驶 我们吹气的熊小时候吹气球 所以5秒至10秒 中间不要停顿 车祸发生的地点就在台南麻豆的中校路 以及文昌路口 47岁的潘姓教室驾驶一下车 酒气熏天 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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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3年了 果然酒侧值超标还超过很多 被撞到不止停等红灯的轿车车头 停放在路边的这辆银色轿车 也当场被A到实在有够倒霉 人警到场时 发现这名男子全身散发酒味 经酒侧后 他的酒精浓度高达每公升1.3毫克 还好现场都无人受伤 酒驾闯获的潘姓驾驶 防疫期间不好好待在家 跑出门去喝酒 还酒驾出车祸 这下出事了 安心驾驶被警方依公共危险罪线送办 记得赖冠章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